食環署提醒我 我2012年初有個案底 申請過一些政府公務工程 亦都申請不到 Tony既是工程界人士 又是看不過眼要出聲 抱打不平 不用怕的香港人 最近他發現 自己七年前已經有案底 為甚麼? 難道他投訴得多得罪人? 在雙霸線停車 狗瘋瘋瘋 主人不跟他收拾 又不噴水 我就一定會去報警投訴 他試過看到校巴 在雙黃線上落學山 圈奸無效後 就用車鏡的錄像做證據 令警方成功檢控為例車輛 去年年尾 他又看到前面的司機 扔垃圾出車外 上前提醒 還被對方罵回頭 於是他就向食環署投訴 做證人 一做之下 竟然有令他震驚的發現 食環署 然後他提醒我 2012年初 有個案底 問我是否還願意去做證人 因為他有少許暗示 跟我說 因為如果有案底 其實出庭作證 給人感覺是一個不誠實證人 無緣無緣無故有七年案底 Tony也拚了頭 因為莫說犯案 就連被人投訴都未試過 左思又想 他才想起 可能和2012年年尾 在寵物店發生的舊婚有關 2011年尾 我在那裡購物店 我直接問他拿出生紙 他說沒有 我跟他說 一開始你說有出生紙 然後他說沒有 我覺得他有點欺騙我 言語間大家都有衝突 說一說他一拳打到我那裡 警方懷疑雙方毆鬥 齊齊回警署調查 大約是一個星期後 就跟我說 因為電視上拍到我沒有打人 就還我一個清白 就叫我做證人 最後法庭判了他普通襲擊罪 罰了錢 然後正式留了案底 留案底的是對方 為什麼會變成自己的 簡直是天方夜譚 於是他隨即去裁判處查究 就問他們是否他們搞錯 他們一檢查完之後 他們就很肯定跟我說 法庭是否搞錯 而你只不過是一個證人 不是被告 所以就說 其實錯就一定不是法庭 他們也很肯定說 錯一定是警方那邊的錯 Tony就因為 留案底這件事被蒙冤了七年 他今天就終於向警方 作出投訴和下了口供 他進去已經兩個半小時 不知道他們有甚麼共識 投訴科的人員就答應我 會作出一個全面調查 看看哪一處有個錯誤 他就說會處罰相關的警務人員 我們同時也去信警務處查詢 回覆說 警方接獲投訴後 隨即作出跟進 翻查紀錄後 發現相關案件出現 刑事記錄錯誤 如證實是人為疏忽 還是會嚴肅處理地說 警方也將Tony的案底徹底取消 不過這七年的冤枉案底 原來已經令Tony失去了很多政府工程的工作 申請過一些政府的公務工程 也申請不到 也有懷疑 為何我兩年、三年都找不到工作 因為很少機會 這麼長時間都找不到工作 知道自己無緣無故做了有案底人事之後 一切謎團終於打開 人為疏忽 令他無辜有七年案底 看不過眼要出聲的Tony 無論是蒙獸了的不白之冤 還是找不到工作 導致的過百萬損失都要討回公道 怎樣才較容易成功呢 因為你沒有被人請 別人不拼用你 有很多原因 可能不是因為你有案底 可能是因為你根本上 你的資歷不夠 經驗不夠 或者表現不好 很多原因 所以你一定要提出一些證據證明 今次別人不請你 是別人知道你有案底 因此就不請你了 你要有這麼強而有力的證據才足夠